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做哪方面设计的呢 空间设计还有品牌设计都做 来 我来问一下一号男嘉宾 一号先生您也是做品牌设计的吗 对 没错 那你和一号女士是同一个职业了 刚才他说的有一些项目 我就至少来说在我工作中会有一些交集 我们这行学名叫VMD 石球开发管理 就是说一句很白的话 就是负责一个品牌在全国店面的所有的形象 硬装和软装所有的 其实他讲的这些细节还是有共通之处的 他们俩挺开业的 审美方面会比较强一点 您说你每天出门照镜的时间会比别人长一点 对 衣服会有一大柜子 可能感觉自己更过分的 可能是每周可能都换一身不同类型的那种形头 就这样子 每周还是每天啊 每周 都换不同类型的衣服啊 对 然后每一套东西里面都会有其他的一些 还可以选择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T恤 可能比如说要都是属于是运动类的 那可能就会分一些色系 可能就会跟裤子有关 可能就会跟鞋子有关 就是这样 您这么注重这个服装搭配啊 对 因为这行我干了17年 这个已经是职业病了 我觉得爱打扮爱导致的男生 我觉得还挺有压力的 你喜欢这样爱打扮的男孩吗 喜欢 帮我推下这个二号女士的话筒 如果碰到一个男孩 他真的是每周都换风格 天天都换衣服 T恤都搭好几种颜色 你会有压力吗 多少有点吧 你有吗 我好像没有 真的 觉得可以互相交流 一会上一周再聊聊吧 还真的是不错 我知道你好像 前不久喜欢过一个人是吗 对 算是艳遇吧 有艳遇 你们有艳遇吗 没有 没有 我觉得这跟性格有关系 比较开朗的 我觉得可能艳遇会比较多 也是在去年的时候 去年跟朋友一块去游泳 在等候区的时候就有一个男士 过来卖我游泳卡 问我那个用不用 说马上要出差了 我说那等一会我朋友吧 我好像就推脱了一下 后来他好像还挺执着 就是一直在那等着 等我朋友来了 他说那你去问问你朋友吧 后来他就告诉我多少多少钱 就跟他达成一致了 就用了 他当时卖了你多少钱呀 当时一百块钱三次 一百块钱卖给你三次 那还真的不便宜呀 还好吧 里边是五十块钱一次 他就是为了这三次一百块钱 还挺执着的等了半天 这是等钱呢 还是等人呢 他是想有意的接近他 这样将来还可以有一个借口 我们可以再见面嘛 对吧 所以后来我们互相加了微信 就是微信聊天什么的 可能慢慢的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能就是有点小动心了 是谁对谁动心了 你接着没什么情况 对哪 第一ист讲 那么另外我们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到了 如果这个主人公换成是您啊 这个男孩换成是您 您看到一个女孩千里条下 背回了两根冰棍 您会是什么反应 这 确实是有点压力 您的感觉是稍微有些压力 二号先生呢 您好 那个我觉得啊 如果我作为那个男的呢 我会就是摆冰棍吃吃了 我很感谢这个姑娘 但是我会给当着这个姑娘面 我会表现出来 我不是特别在乎那种感觉 让这个姑娘别太 对我别太付出那么多时间 或者婉转一点跟人家说这 不会直说的 我会把我不好的那面表现出来 把这姑娘不喜欢我的那面表现出来 让她觉得 这个男的一般 怎么那样啊 你们两个 我怎么觉得都很奇怪啊 如果一个很喜欢你的女孩 如果是你很喜欢的一个女孩 千里条下背回了两根冰棍 就是这种反应吗 互相喜欢的 对啊 那当然可以了 对啊 你们两个还口径挺一致的 就是说如果一个姑娘挺喜欢你的 然后送来冰棍 你们俩都持反对态度 要是你们喜欢的姑娘 送来冰棍都特乐 那当然了 如果这个男孩确实喜欢他 这事对于来他说 应该是一个惊喜 很大的惊喜 就是这女孩很用心 对他也很 对这男孩也很用心 但是如果他没有这方面的意思 可能就 就不觉得是惊喜了 应该 会觉得有 有压力了 就像那个男嘉宾说的 但是我听出来啊 这两位男士 他们分析你这种情况 感觉可能是 不是说两个人互相喜欢 应该猜测的 应该有一半是对的吧 就是因为 后期我就又做了一些 那个语言的表白 他给我回馈的是 其实他特别懂 他可能也是 从上一段的那个恋爱中 没有完全走出来 就可能受伤 还是有一点受伤的 那他是拒绝了 还是说 也没有直接拒绝 可能就像男嘉宾说的 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吧 互动过程之中 让男人去主动 不能一头沉 明白吧 这是一段 算是浪漫的邂逅 但是并没有一个 真正的恋爱经历 是的 你哪一段恋爱经历 记得最深呀 应该是第一段吧 但时间也不是很长 因为 刚要擦出火花的时候 他前女友回来了 那后来他做出的选择是 后来我可能选择放弃了 你出动放弃了 对 不想太让他为难 那他回到前女友身边了 对 回到前女友身边了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觉得男士肯定 对我的感情不是很肯定 如果他确实很喜欢我 他不会那么纠结 毕竟那是他前女友 不是现任女友是吧 八号先生 如果您遇到这样的事情 前女友感情很好 但是被迫分 我会想去我 我会想去你 我会想去你 你 我会想去你 我会想去你 你 我会想去你 为什么 那我 我会想去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后者吧 你喜欢这样的吧 对 接下来我们就讲这种请 一号男嘉宾 看看他究竟是怎样的人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艾薇 是今天节目的一号男嘉宾 这个咖啡馆 大家会儿也都看到了 是我一个朋友开的 生意也是非常的红火 我经常也约很多的朋友 在这里小聚 就在今天的1月4号 千真万确的 我居然在这里遇到了一个 我一直很想能够见到的 去美国只能隔着迎庭 才能见到的美女 你们猜是谁 您好先生 您好 我见过你吗 您好 我见过你吗 见过今年的1月4号 咖啡馆 对吗 对 老师好 您好 马老师 都会吧 白好 等一下 我们是以前见过的 但不是在选择 对 是在咖啡馆 我想起来了 照片 最爱爱的 不会吧 对 那天没有刮胡子 有一天我去一个咖啡馆等朋友 突然有人站起来说 屏红 然后我说 你认识我 你是我同学吗 我记不起来了 他说 不是不是 我看选择了 我说那你怎么不来呀 他没说他走了 当时我就没注意你是单身 你也没跟我汇报一下 因为这张照片 我也发到微信的朋友圈里 当时引起轰动 因为身边很多的哥们的父母 我都会看这个 之后身边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说 说 他们说 你既然已经认识颜品红了 那上选择的话 那就不用填表了 是不是 你是不是直接走 开始找门了 对 太有缘了 你没听懂我们在说什么 对 听懂 是的 在之前我们俩邂逅过 我们俩就算邂逅吧 对对对 算是美丽邂逅过 我们俩邂逅过 来看一下简单资料 大家好 我是艾雷 北京人 36岁 回民 离异无私女 身边设计师 首先自己要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人 所以自己一直保持一个很时尚的心 也是非常年轻的一种状态 一直在生活着 我自己呢 也是非常乐观 积极进取 然后幽默豁达 也是很想能够找到一位 身在北京 最好也是穆斯林年龄相当的一位女士 做我的妻子 共同非常快乐地走完下半生 选择语录 我要稳稳的幸福 这句选择宇鲁 你怎么评价 我觉得很有深意 虽然看上去都是大家平时说的吧 平淡中透着浪漫 当时刚开始有这歌的时候 然后一下子就洗脱上了 就非常的平易 然后歌词也是 然后整个的旋律也是老老上口 也符合你的心境 对 里面说出了很多其实很心酸 或者说是有些沧桑的这种的东西 会唱吗 会 你愿意欣赏一下吗 来 一起听一下啊 我要稳稳的幸福 能抵挡末日的残酷 在不安的岁月 能有个归宿 我要稳稳的幸福 能用双手去碰触 每次伸手入怀中 有你的温度 这首歌的歌词你刚才听清了吗 听清了 印象最深的一句可以告诉我吗 我要稳稳的幸福 但是它其实后面还有一句来抵挡 什么来着 末日的残酷 是说生活中会有一些不愉快吗 有一些终究是 就是对于婚姻来说 也算是一个果来人吧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感触 我觉得它可能经历的比较多了 然后外表可能也会显得成熟 那两位其实都是同事设计工作的 对吗 应该有很多共同处和可聊的地方 给你们一点点自由聊天的时间 聊聊你们的工作 我们也听听着设计 究竟是设计什么呢 好的 具体是设计什么 我只听了有一个后期 什么logo什么的 对那是品牌那一块 我还做那个空间 啊 对 那您呢 您这些设计师是具体设计什么的 说句最通俗的话 就是比如丽莎穿的这个裙子 是在专卖店买的 那么OK 专卖店可能全国有很多的家 那么OK 我们要负责的就是 比如说硬装方面的 就是比如道具更新 道具开发 然后比如做展会 然后软装的呢 可能相当于来自陈列啊 培训 还有一些包括TP点 或者说一些陈设方面一些 各创意方面的一些东西 软用兼施 然后形成一个系统 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做的 工作应该还是挺有能力的 但我觉得它肯定特别细 那个细腻 就要求特别严格 特别完美的那种 所以说你会那么注重 要经常换衣服 现在可能年龄的这种增长等等的 可能现在已经回归一种 非常那种务实啊 或者说还算是比较可塑的东西 你那么就是喜欢搭配 评价一下女孩今天打扮 如果说非得要说出一点什么的话 就是颜色还挺好 如果说还有一方面 还可以再提升的话 建议能够再活泼一些 或者说能稍微的充满活力一些 有点沉重 好的 接受你的建议 谢谢 谢谢 我觉得人家很漂亮 你也是做设计的 评价一下她今天的打扮 应该是没有太刻意 你这算是表扬 还是说那个 应该我说的比较中庸吧 我能清楚表扬的样子了 哎呦 我这么听个潜台词说 你看咱们打扮那么随意就来了 是这意思吗 不是 不是 她俩很合适 男的很严密 女的还相对不错 我们现在也进行一段 小的情景模拟吧 让你们从生活中 更多的了解一下对方 好吗 好 情景模拟的内容是这样 一号女嘉宾的前男友 由一号男嘉宾代言 又回来找一号女嘉宾呢 想跟她重新开始 还给她带了她最爱吃的雪糕 一号女嘉宾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 请演示 还记得我 必须的 听说最近一直很爱吃冰棍是吧 还行吧 头两年呢 原来我不告而别 就这么走了 你也知道 可能都是为事业 然后是为了挣钱等等等等 现在钱有了 这个就算是带着一颗心回来 愿意不愿意 当然了 我现在能给你特别好的未来 非常非常的幸福 只要你不怎么太计较过去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有些东西还可以再续前沿吧 那可是你没觉得就是走了的感觉再回来 就不是原来的感觉了吗 你不念旧吗 念旧跟继续往前走应该是两个概念我觉得 那证明说这个就不介绍了 实际上我还准备好了戒指 冰棍只是一个表象 戒指才是我真正要给你戴的手上 首先我非常谢谢你 但是我还是希望我要好好考虑 给我一个时间 我们经常说这中国话看你怎么听 前面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 好马不吃回头草 但是另外一个信息 就是浪子回头进不换 那么到底你相信哪个 假如说有这样的事情再回来的时候 他一定是要付出加倍加倍再加倍的努力 才能表达出 他过去可能付出三分的努力就能得到的 如果你又还想付出三分再得到对方 肯定是没有结果的 再有一个 这个人他的成长过程 年龄不同 心智不同 对人的看法不同 艾伟今天36岁 他对世界的看法和他十年前绝对是不同的 十年前也许这个情感可能 今天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明天是另外一种状态 对人的状态 他对他对她的情感可能 对人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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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他现在状态 我不知道咱丽莎因为没有结过婚 会不会介意说这样一个婚的现状 我应该不太会介意 不介意 对 我估计你是属于 如果对方做了一个不太喜欢的 他说他结过婚 或者有小孩 你就说我介意 但是做了一个挺喜欢的 就不管他结没结过婚 什么样的我都不介意 你是我说的后者吗 应该是 真实在这姑娘 艾伯 你对丽莎的印象 感觉不错的 感觉不错 是属于能够给你稳稳幸福 你也能给人家稳稳幸福的类型吗 应该说考虑范围之内 好啊 你下去 我去休息一下 一号男嘉宾感觉还是不错的 从这个气场上来说 我觉得还挺好 最重要的 我还是看中两个人的 这种沟通 这种性格 生活观 他曾有过最好的爱情 当时我在店里面 很无意地往外面 你看他正好走在店的门口 然后让当时四目相接 当时觉得这个永远是 永远是走不散的 这样子 也一度跌到谷底 不能自拔 09年初的时候就得了抑郁症 浑浑沉沉 对什么都丧失斗志了 然后呢 会觉得很厌世 甚至来说有些轻生的一些念头 选择和你一同寻找幸福 我发现你挺吝啬赞美别人的 你一句都没有赞扬刚才的丽莎 有些东西不一定 非得要说出来吧 可能倒退十年 我可能 可能会有一大堆的东西 可能就滔滔不绝地在哪里讲 我可能会唯恐 你不知道 我会什么 我可以怎么样 我都有一些什么 在一直在说 说到最后的时候 把姑娘吓跑了 其实就是一个挺火热的心 就是把姑娘吓跑了 姑娘认为说 你好干什么 你是要马上要跟我结婚吗 或者说 你就那么渴望有一个女朋友吗 然后就跑掉了 就善谈的那种人 然后可能关注对方 可能会稍微少一点 就是急于表现自己 把自己的情况先说出来 那你觉得有了这样的经历 现在会有所改变的吗 十年了 还有什么不能看 这是十年前的事啊 对呀 这是十年前的事 那现在这十年 到今天你已经学会去倾听了 对 早就会了 现在 我能处理我们的会认你 是个什么 我们的事 我一天 就是 是 是 我一次 慢慢来 留意 都没 在 不知 也 大 不知 最近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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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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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为什么比她高一分 因为我可能比二号女嘉宾 就是多亲自见了一面 我的理解是 你比二号女嘉宾多喜欢她一点 可以这么说 我发现这个丽莎的两个亲友团 你们俩菜都是不一样的 我得采访一下 先问这个你老公 你觉得场上这个艾维同志怎么样 因为我刚刚最开始看见这个情况 当然心里边可能还是有些想法 你说她的婚姻状况吗 对对对状况 然后这个年龄 还有这个民族 这肯定我会有一些想法 我想可能更多一些 但是现在也逐步听这个艾哥吧 他这个说完你这个经历以后 有些东西还就算 可能在我心里边就先打开了一些 还是挺认可的 对对现在是比较认可 我的第一印象是两个人是一路人 肯定不是那种一看 这两个人肯定不合适 不是那种 但就是其实还是离异的问题 主要我担心怕受欺负 怕受欺负 对 因为她毕竟经历了一段婚姻 我觉得她现在可能就是到了一种状态 一种特别需要稳定的状态 这会儿就是思想比较成熟 接下来要上场去二号女嘉宾了 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二号女嘉宾 我出来的时候她会评判我 但她好像就是说 没有毛病吧 都还好 我觉得可能会挺有感觉的 这短发女孩和长发女孩 是不一样的 那好多男孩说 我就想找一个长发飘飘的女子 有些人又说 我就喜欢短发 娇俏 可爱 艾伟 你喜欢哪种的 主要看人吧 头发长 头发短 这只是一个形状而已 我觉得还得是通过沟通 然后就再看人 真的 这个艾伟和刚才表现不一样了 她很多话说的不会那么直接了 我估计是喜欢这个 男人都喜欢漂亮的姑娘 都喜欢端章漂亮的姑娘 但是合适和这个喜欢是两码事 这女的肯定看不大一个人的 二号先生 你好 您是喜欢长发飘飘女孩 还是短发干练的女子 我喜欢长发的 长发更有女人味 那万一挺喜欢一个女孩 她就是短发怎么办 那就忍了呗 不是 那你就不对 我跟你讲 爷们这说 带你长发鸡腰时 我就娶你 别呀 那个女的短头发 留得长也好几年呐 你用两张鸡腰 二号男嘉宾 我觉得还挺幽默 我感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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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算正常 想说的也都说了 您希望长什么样的 就是感觉像 林家妹子的 或者说是那种 很相当一人的那种样子吧 你会对年龄有要求吗 我希望能找一个比我大的 十岁之内我都可以接受 因为毕竟有过一次婚姻嘛 而且年龄比较大 可能选择的面就会稍微攒一点 确实是很温柔 也绝对是鞋姬良母 她的那种眼神 或者说是那种眼睛里边 能传达出来那种信息 看得其实还是很难 曾经有过这段婚姻 但是就是没有孩子 这段婚姻维持了多长时间 我是08年 08年登记 然后12年9月份离了婚 因为我们刚才起的时候 我母亲不是十分的同意 为什么 因为她比我小 然后觉得她 比你小了很多吗 小三岁 然后觉得就怕她将来不稳定 然后还觉得她能力 可能稍微差了一点 对于我母亲反对这件事情 她一直都耿耿于怀 她也放不下这件事 然后就是我家在中间 就是左右为难 然后我也 我也劝说不了她们两个人 就平衡不了这个关系 到最后她就是已经 改变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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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认识了一个很好的景象 但是没有成功 也是因为房子的问题 因为当时说出去要先留学 然后再办移民 先留学需要资金 然后他刚开始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多种生活状态 有的人就是拿着家里给的钱吃喝玩乐 有的人就是家里有钱 但是真是勤工俭学或者认真学习 好好学好好干有那种 所以说要把两套房都卖了去出国 除非你是有一个真的在国外一个扎根一辈子的这种想法 要不是一个太大的赌注了 他们当时可能就是这样的想法 听起来您挺理智的 分析事情都想得很长远 对 必须得长远 婚姻就是长远的事 但是关于这件事情 你和这个前夫产生的这个矛盾 产生了彼此很大的裂痕 互相的不信任 那后来呢 后来然后 他因为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他特别爱唱歌 唱歌很好 然后就参加了一个唱歌的俱乐部 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年轻的男孩女孩 他们可能在一起玩得比较好 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 是因为在外面唱歌 你们最终破裂的吗 基本上是这样吧 然后他还用金钱来考验我 就是经常回来问我借钱 这样 他的收入不够支付他的一场生活吗 有一次是这样 他说他把钱借给他 那个一起唱歌的一个女孩 说他可能遇到了什么困难 然后我就没有借给他 他就说他就很不高兴 说我跟他分心 跟他不是一条心 然后说那你 你妈妈那边有事 你就能借他钱 我这边有事 你就不能借给我 然后就反正就也闹得挺不愉快的 是因为这个离婚了吗 反正就是各种问题加在一起吧 谁提出来的 我提出来的 我觉得后来慢慢觉得 他的心已经不在这个家里 然后我们也确实是 确实是真的是合不来 就是之后就是总是在吵架 总是在吵架 后来就是吵吵吵 连吵的力气都没有了 就是也没有 也不想再说更多的话了 就觉得也没有在一起的必要了 二号先生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直接的人 有时候这种直接特点 也会避免一些婚姻中发生的矛盾 对吧 话说的前头 对 好吧 二号先生 你准备上场了要 是吗 有信心今天在现场 能够领一个姑娘回去吗 有期待 但是这个东西 婚姻是一辈子的 这个看到这个比较欣赏的女士了吗 今天 我觉得这二号姑娘 这几号姑娘 二号 还不错 人还不错 你想还好 挺好 好 那您就请大步走上我们的舞台吧 好吗 来 掌声有请二号男嘉宾 二号男嘉宾 新鲜 33岁 北京人 未婚 职业 广播电台导播 选择语录 如果相互吸引 我可以做最大让步 为什么这个二号小伙子上场 大家在下边窃窃死语啊 是说他俩挺搭的是吗 我看看 来来来请走近一步 两个人啊 我们看看 哎呦 有点感觉哈 我觉得二号男嘉宾和二号女嘉宾挺配的 从外观上来讲 这种情况通常下我们会给点音乐 你们走走台步 我们也感觉一下 好 不走 走不走 哎呀 谢谢 谢谢 好颇佩啊 对对对 真的是他喜欢的那个风格 他就喜欢穿西装 12号女嘉宾是吧 对 大家觉得怎么样 挺好的 不用采访 直接走吧 哎先生 我觉得你特大 一上来这个胳膊一伸 就让你是挽着你 男人就应该这样 应该怎样 就应该主动 是吗 客观上说理 理嘛 你在生活中是一个主动的人吗 你说感情方面吗 不太敢主动 怎么说不敢 怕受伤 受过伤吗 受过 这一上来说受伤的时候可能不太开心 没事啊 现在伤好了吗 好了 伤好我就放心了 感觉二号男嘉宾气势挺强的 还是比较阳光的 为了加些你们两个理解 我们也先尝试一段情景模拟 情景模拟 你们恋爱一段时间之后 男方第一次带女朋友去见她的父母 女士平时穿衣服很时尚 而男孩的母亲接受不了特别时尚的打扮 见面之前 男方千叮宁万嘱咐要穿的朴素鞋 可见面那天 女士还是穿了很时尚的短裙 现在离见面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你们会怎么办 请演示 媳妇你得回家换衣服去 这就结婚了 媳妇了 来不及了 来得及 让我妈等也得换 真的 让她老人家等不合适吧 合适 您得听我的 真的 就是我妈是一个特传统的人 她喜欢就是 庄重严肃一些 尤其是第一次见面 真的得按咱以前说的 那您跟她说一下 咱们稍微晚点到 可以 这没问题 晚点到没问题 但是换衣服真的得换 得给她一个好印象 行 好 没问题 谢谢 没事 谢谢啊 我觉得她们二位 情景模仪你 非常默契 契合度挺高的 我觉得 生活中这个婷婷 你就是这样比较 会听从对方的建议吗 我会 我觉得这是 见父母不是小事 这个打扮 穿衣打扮是挺重要的 听听刚才的回复 你觉得怎么样 满意 满意 这哥们所有说的这些话 站在他 站在这哥们的立场上去听 一丁点错都没有 而且完全对 但是一定要考虑 对面还有一个人 其实是挺强势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先生也是相对是有一点强势的 我都感觉 媳妇 这个叫我挺好的 挺暖人心的 下面 你得听我的 这个还是挺有自己主见的 像您刚才跟我年纪中 毕竟我跟我妈生活了那么多年了 而不是我这个姑娘跟我妈生活那么多年了 我要比她要了解我妈呀 对不对 但是人家也跟人家妈妈生活了那么多年 人家妈妈就挺喜欢穿短裙子 她觉得我妈就挺喜欢的 你妈为什么就不喜欢呀 就怕这个 就怕这个 是吧 这容易很容易出现争吵 政治 对 其实挺难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真的是碰到各有各自主意的人 就可能潮崩了 应该会提前跟姑娘去商量 提前很长时间去商量 那天你要穿什么 穿什么 比如穿 哪天穿的哪件合适 我妈可能会喜欢 穿出来试试 看一眼 可以 那天就穿 就怕什么呀 提前商量好了 我可以那天穿的也没问题 就怕你刚才说的 那个媳妇的妈 说要穿短裙子什么的 Purge 变独异了 就怕了 但是婷婷刚才的这个回答 你是很满意的 满意 应该是他们双方可能都有点意思 所以就是配合的非常好 我觉得你们俩还是有很多匹配的地方呢 互相了解一下吧 您的职业是广播电台导播 对 同行啊 算是吧 半个 您是工作人员挺忙的吧 压力大 压力大 对 我又没有人的工作人员 我先不信心 你 你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像刚才他那么表达 就是全都不是回事了 这个挺有一个才艺是吧 对 我要唱一个歌 你是我的幸福吗 为何幸福让人如此犹豫 爱情渐渐模糊 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 你是我的幸福吗 为何幸福让人变得犹豫 我爱你不再怀疑 只想对你说我愿意 谢谢 欣欣 我怎么发现 婷婷一唱歌 那个大眼睛 一直看着人家的大眼睛 应该吧 今天有婷婷亲舞团吗 来 我们想亲舞团 你是婷婷的朋友 对 但你觉得这位场上的 欣欣先生 和你们这婷婷 你看出来点什么伙伴没 我觉得也挺般配的 哪般配 就是从年龄 然后身高 然后职业什么的 而且共同的爱好 我觉得应该 因为我刚才看那个 先生的背景 都是出去玩 然后我们那个婷婷 也是比较热爱出去 出去转转的那种 应该会找到 共同的交集吧 然后就是共同点 我问你啊 你今天从婷婷的 这个和心心交流的过程中 你感觉到婷婷 有没有点动心啊 有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真的有啊 有 婷婷你动心了吗 不是我替她做主了 你替她做主了 就这小伙子了 对 我觉得挺好 好 谢谢你啊姑娘 就这么定了算了 你说呢 咱进一步交流去吧 留城走完吧 好 来 婷婷休息一下啊 谢谢你 来这边休息一下 谢谢 多合适啊 是吧 对二号 大家感觉挺好的 二号还是挺好的 嗯 但是我觉得她可能会要求我比较高吧 因为她是未婚嘛 我就怕她 我这个婚姻 婚姻状况 我怕她会接应 十年的爱情 为何突然分道扬镳 谁投入越深 谁手伤越大 你是那个投入深的 对啊 受到了什么伤呢 去年底今天出分了 这姑娘跟我一起十年 十年的女朋友 对 选择 但你一同寻找幸福 刚才一上来就说 其实也曾经有过伤心的情感 有 每个人都有 那不一定 不一定每个人 那是没投入 谁投入越深 谁手伤越大 你是那个投入深的 对啊 受到了什么伤呢 分手吧 年初或者 去年底今天出分了 这姑娘跟我一起十年 十年的女朋友 对 您今年也33岁了 对啊 为什么十年都没结婚呢 我觉得这姑娘不成熟 不成熟的姑娘挺让人 觉得心里有危险危机感的 那你危机了十年啊 中间可能分了两次 一次分了一年多 一次分了几个月 为什么分手第一次 我爱她 她不爱我 你的性格会有这样事情发生 有啊 我觉得她特别好看 就真的特别的好看 就是 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我觉得她是一个外表 就说话语得比较直接 内心是一个特别柔软的人 你因为她特别特别的漂亮 所以 对 就追她和她在一起 哪怕她不爱你 她不爱我 她也说过她不爱我 那你拿什么支撑和她在一起 怎么叫支撑呢 她不给你爱的回馈 你怎么去支撑这段情感 只要善良就行 没有特别热忱的那种回馈 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反对 也凑合 新鲜感过了 然后激情没了 那时候靠什么去违信 她的工作性质呢 也可能对她有一些影响 就我想给她打电话的时候 我想找她的时候 不接 她是做什么的 销售 她的工作上会有一些应酬 比如喝酒 出去喝酒唱歌 那很多销售女孩子 也要做这些工作呀 我当时看中的她不是这个 她自己也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很容易被这种 直接特点吧 去随打溜 而且喝酒唱歌的时候 会打电话不接 很让人有不好的连想 对 像这种状况 她越不接 可能就是越激发 她心里的那种怒吧 就可能会激起来了 她就会狂打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那种 打一电话不回 再打一个 再打一个 一直连续打下去 有 最多一次是多少 最多的 几十个呀 一般的这种事 当然了 这个不分性别啊 谁爱谁更多一些 就是特别渴望 能够及时回应我 她其实是 对这个女孩太爱了 首先是她那个形象 深深地吸引了她 就是完全把自己给忘了 投进去了 那么投进去 对她的所有的行为 我们高度关注 甚至可以说 过度关注 因为她强势 必然需要是掌控 当我给你打电话 你不接 短信你不回 微信你不回的时候 那我觉得你就是有问题 回来之后 这事必然是想不了 这是她的性格 那怎么会分手呢 第一次 对有一次 我们俩去超市 她有一习惯 手机呢 从来不开声音 永远是震动 这个呢 就是谁给她打电话 我都不知道 这是特别让男人觉得 有问题的情况 有一次加勒服务 下电梯的时候 我往前走 她接一电话 我一回头 她马上挂掉电话 放在兜里边 我说这是谁呀 你也不告诉她是谁 对吧 他没有告诉你 明明我看你挂了电话 你说就没有电话 对不对 这很明显 然后 我那时候也年轻啊 不懂事 查了她那个短信记录 从晚上十点 到早晨 四五点钟 五六点钟 全是不断的 两个人的短信 查不了内容啊 只查了就是短信记录 时间 那肯定有问题了 你问她这是谁了吗 问了 人不说 这种情况 一般的控制不住了 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那种 着急 太着急了 他真的很喜欢那个女孩 你给这个电话打过 电话吗 我忘了打没打过 是我给他打 还是他给我打 我忘了 谁给你打 就那个男的呀 但你们两个通过话 有这么一次 只有一次 全是那个男的在说 我没说话 就说 什么 这个 这个姑娘是好姑娘 怎么着 对他好点 大概是这意思 如果我单听你刚才表述 我认为可能是有一个 另外一个男孩 一个男人 在追你的女朋友 或者是很关心他 红颜知己 蓝颜知己 就是男女朋友啊 但如果其中有一方 有了这个红颜知己 蓝颜知己 很危险 很多人把握不住 这个知己的度 很多人把握不住 你觉得你如果是你自己 你把握不住 我能把握住 但是我这个女朋友 年龄比我小一点 不成熟 他可能会把握不住 那他最后没把握住吗 我不知道 他也不跟我说 我也不去再问 他应该是那种 喜欢起来 应该是非常感兴 很激烈的那种 对 之前表达的就是太理性 其实是反差很大 那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他有别人了 真的 真的 这次你是真的发现了 发现了 怎么确定的 之前打电话不接嘛 其他单位下班都找了 打扮的就画质招展的 就上别人车了 你只是看到他上了别人的车 真是 你后来就是因为这个 以前我估计到有这么一个人 一个男的 这姑娘吧 她平常打扮是那种 小公主小淑女那种方法 她又喜欢男的呢 青春阳光一些 就是像这个老师 那个黑矿眼镜 她喜欢那种男的 就是小衬衫啊 小鼻挺的小裤子啊 可能就在韩国发的那种 像林那种穿着 她是喜欢的 就比较嘚瑟 我不知道叫做叫嘚瑟 时尚 时尚 对 我呢 我的心里就是说 我是男的 我 我说 我说 我说我是男的 我不能穿 得有男性的风格 爷们一些 操一点没关系 男人嘛 我不太喜欢 就是她喜欢的那种 那种风格的男人 可是她可能就 多多少少偏向的喜欢一点 所以你觉得她最后 就是找了这样一个人 她上别人的车的时候 我在车外边看见了 那个开车的是那样 那你看到这一幕 我就再也不联系她了 她知道吗 她知道为什么 你不联系她了吗 我跟她 以前我跟她聊过 我说啊 如果你想跟我分手 你把这男的 带着我那天见一遍 或者让我知道 是哪个男的 以后我就可以跟你分手 我希望她找一个 能照顾得了她的人 而不是一个 像那说那 嘚嘚瑟的 带着转乱七八糟的那种男的 你不联系她了 她联系过你吗 不联系了 这彻底了 之前的这段感情经历 还是受伤挺大的 就是导致她现在的 这些对待感情 可能更理智 可能就是保护自己的那种 更强了吧 我觉得你这十年的爱情 好悲伤啊 感觉你一直都在 以无限的热情在付出着 算是吧 可是十年啊 你一定要亲眼看到那一幕 才肯放手 对 我希望她找一个好人家 找一个能照顾 照顾得了她的人 十年算不上什么 只能说她执着过一段 何况对于她来说 那段 她全身心的付出 让她自己感觉也挺开心的 我觉得 欣欣是一个非常有计划性 而且你对一个婚姻 你有一个规划 非常有理智的人 如果我给你打分的话 同样九十九分 想知道那一分吗 想啊 当然想 我做了这么多的情感咨询 那一分 我想可能一个人 需要从原生家庭里面走出来 这一点上 你跟刚才的那位女士 婷婷 有一些类似 就是她的妈妈 对她的那样的爱 对她的婚姻有影响 我觉得你们俩比较匹配 她可以愿意跟随你 你也愿意带领她 是这样的 你对你妈妈也是 就是很在意 她怎么看待自己女朋友的吗 就像任老师刚才说 你的原生家庭 不是在意和不在意 是我母亲脾气特别的大 特别的大 你们可能都 想象不到的那种 大脾气 小时候打我打大的 我上大学之前 该出校了嘛 我爸给我拿鱼箱子了 纸箱子 全然这么长的木棍子 我那耳朵就像 你带别人 你不要打完 我什么事 我刚才练我们 你知道吗 有什么跟别人 我只会 我对大家 最绯利 产生的人 最绯利 在哪这种 我 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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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26岁 我从事的是教育培训工作 现在这里就是我工作的地方 我从做这个教育培训计划到实施总共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我喜欢孩子 喜欢现在的状态 因为和孩子在一起比较开心 比较单纯 在这些年的打拼中 我遇到的事情都是自己拿主意 自己做决定 我希望在我以后的生活中 我的另一半能够做我的那棵大树 让我依偎在她的身边 时常对她撒撒娇 遇到的事情 她可以帮我拿些主意 我扮演好我自己的角色 做一个温柔可爱的小女人 我在这里等你 快来吧 自营教育公司 对 我现在自己做了一个托管班 托管什么呀 主要是小学 小学课后托管 然后就是慢慢地做一些英语培训和一些艺术之类的 说会贵吗 不贵 然后我有同事朋友的孩子介绍你 好的 那我 该你了 然后您这工作是平时忙吗 压力大 分早班和晚班 早班就六点到 中午十二点或者一点下 晚班是下午两点到晚十点 周末的话就是早晨六点到晚十点 压力大 都是直播 所以说 就是刚才我说的 就是年假什么的 大家都不好意思休 我以前做直播的时候也是 一年最远的地方不能超过十公里 十公里这也必须回来 对 就是我休年假 别人就替我上班 别人休年假 我替别人上班 谁都不好意思休 公众压力很大 他俩匹配度从外形上来说 我觉得不太高 因为男嘉宾不是想找一个内心 叫成熟的吗 可能这姑娘 从年龄上 就算她再成熟 毕竟年龄在哪 可能会差一点 你觉得像这个我们三号女士 你会觉得她成熟还是不够成熟 小孩 从她的这个开了公司的 肯定是一种成熟的姑娘 那你怎么先说个小孩 然后赶紧后边哭她 她长得也小 然后面向的精力也显小 那你会觉得多大的女孩 或者是什么样一个精力女孩 让你觉得会 还是不错 挺成熟的 大概的一个范围 就年龄段 我是想过 以前是想过 就是女大三报经砖 比我大没关系 比我小 比我小过八五 那就是29岁到36岁 对 那还有什么想沟通的吗 没 暂时没有 没了 好 休息一下 好吗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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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将锚托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